你的目標是什麼呢? 你的理想生活是什麼呢? 在你成功的過程中 如果你放太多注意力 甚至把那些打壓你的人 當作你成功的動力 你會忘記你自己的目標 你會忘記你自己的理想生活 你會忘記你自己的動力 這個非常的重要 而且在這個成功的過程中 你一點都不會感受樂趣 為什麼?因為你每次要失敗的時候 你就會想到那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我現在失敗 那個討厭我的人 他知道我失敗之後 一定會大笑我三聲 這樣不行!我要逃過這一切 你有需要這樣子這麼痛苦嗎? 不要拿那些貶低你的人 貶低你的理由作為你的動力 也不要試著 證明他們是錯人 然後呢去邁向你的成功 不要把你的成功數為了拿來 證明某些人是錯人 因為這樣子你就完全失焦了 我不怪那些人用這種方式成功 但是他們成功說實在話真的 在我個人看起來沒有什麼樂趣可以 太痛苦了 你為什麼不能邊享受你的成就 然後為你自己的目標而戰 而不是為了否定別人對你的打壓而戰 為什麼不能這樣做 所以這個是我看到很重要一點 我會看到你一定會有什麼問題 我會看到你